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欢迎来到夏之,我是豆豆吧 唉,最近实在是没有什么灵感 也不知道该拍点什么东西 但是,就在我财思枯竭之际 我跟豆豆的对话 让我有了灵感 给你们情景还原一下 豆豆,最近把我也不知道 拍什么视频呢 没什么素材,又没有什么灵感 没素材,咱也不能水视频呢 水视频? 我有想法 所以呢,我决定是为一期视频 自从有了80多个粉丝,你就膨胀了是不是 不是老婆,是真的水 你还真的 你还真的敢水 我替粉丝打死你 老婆,你听我解释啊 你别误会 是真的矿泉水 What? 是我要做一期史上最难的盲评 矿泉水大PK 这还差不多 挺开心的表演 今天,我就要挑战一下 史上最难盲测 游,请我们的参赛选手 登场 好了,四位选手已经入场 那我们就介绍一下今天的参赛选手 这是法国本土选手 伊人矿泉水 他是家喻户晓道明星选手 在我们中国有着极高的影响力 这位是法国选手 来自波尔多 是我们当地的矿泉水 这位是来自挪威选手 福斯矿泉水 这是一款高端 极为奢侈的矿泉水 它在法国是进口货 在法国的价格也不菲 本次参赛选手中 价格最贵的一位 我上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 为什么这个水这么贵 因为它的矿泉含量低 而且不含钠 我也不知道到底不含钠有什么用 反正它就是贵 贵就完了 这是一位来自法国的选手 价格低廉 经济实惠 这两个呢 是比较奢侈的品牌 这两个呢 是比较平民的品牌 我们今天盲品的目的就是 一,看一看我能不能喝出他们的品牌 二,给他们打一个分 看一看他们到底谁好喝 上杯子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比赛 波尔多宽泉水 这边还有一个包装 这个拉环 波尔多宽泉水是始建于1925年的 也是个很老的牌子 在波尔多当地本来是很老的牌子 这个是福斯宽泉水 这边还有一个封条 好 从来没喝过这么高级的花盐水 真的 从来没喝过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花盐水 也不知道什么味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眼罩军活动 我最近出差玩够了 自己跑回来了 有请我们两期未见面的眼罩军登场 好 好 有请多多宽泉 给我们今天的盲品 水味 没什么感觉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下一个 两碗一喝又不一样 哪会考核呢 我也更喜欢第二款这个 第二款这个就是轻描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一进去的话和第一款 第一款就比较偏柔和一些 就比较圆润一些 但是这一款呢 进去的感觉就是比较尖锐的那种感觉 不是刺激 是尖锐的感觉 如果要对比 第二款就会更 对更甘甜一点 就会一线就会进到你的上膛 上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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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会进到你的上膛 上膛 手枪 下个 这一款和第二款本来挺像的 但是它比第二款再圆润一点 第二款是很 哎 这东西不好形容 真的不好形容 第二款会更直接一些 这第三款就是之前两款的综合体 来下一款 很顺 水的感觉 就是很纯净的一个水的感觉 对 好好喝的感觉 反正它矿路质的味道不是特别多 就没有那种 有的时候喝宽水会有一种咸味 但是它没有咸味 我现在不知道哪一款 我先猜一下哪一款是哪一款 太难 太难就变了 不知道我猜哪一款是哪一款 比较圆润一些 比较柔一些 不是那种矿路质 会给你带来口腔的一种种那种 矿路质的那种刺激感 第二款是意韵 然后第三款是它两个综合体的话 你再给我第三款 还是那个福斯 打分的话 第一款打6分 第二款我给8分 第三款我给7分 然后第四款给6.5分 行了 我开了 我再开也不用 第四款6.5 然后第三款是7 对 第三款7 第四款6.5 第二款8 第二款是8 第一款是最便宜的那种 第一款这个 第一款这个 嗯 然后呢 第二款是这个 这个 你猜是意韵的 你给的分很多 是吧 嗯 然后第三款这个 你猜就有 你这两个是反了 这两个反了 那也就是说明 你分还是给的是贵的 那这个就是好喝 就是 你能感觉到它非常纯净的那种感 第二一喝到嘴里会有一种 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 有一种甘甜的那种感觉 你这么喝起来 确实这个好喝一点 喝起来一元 平时喝都也喝不出来 但一对比就出来了 还是有比便宜的好喝 一元水更柔一些 周围会软一些 这个水就没什么味道 这个水就里面没有荒芜之味 你看在一元和这个对比一下 四号 对 这款水一喝就更纯净一些 真的就更纯净一些 就是那种 像那个山泉水的那种感觉 这款水真的很纯 这款水和一元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款水比一元好喝一点 对能喝出来 这个里面的水会比较硬一些 就是矿物质的感觉会更多一些 这个水呢就比较柔和一些 这个水就比较柔和一些 这个水就比较柔和一些 好了 今天的盲测呢就到这里接受了 总体来说呢 还是这个水是最好喝的 反正我给它的也是最高喝的 跟它的价格相匹配 没有大广告 确实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 一云呢怎么说呢 和这个水比起来的话 这个水能好喝一点 它的那个透度会更高一些 它的透度会比这个高一些 这个水反正最便宜的 没什么可比较的 和这三款一比较也能比较出 这个水是最便宜的 好了 总结就这个样子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给我点赞分享订阅赞点击 开启小铃铛会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视频的更新 谢谢大家 拜拜